好 我們今天從七十二夜開始 那在七十二夜地方 等一下 好 我們在上一回上課的時候 這邊我們講到城跟市政的差別 那城是一個政治性的存在 城裡面有官員 這是一個它基本的特徵 那它在新時期晚期就出現 因此它在中國是一個很悠久的傳統 那另外一種存在是市政 市政跟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 它是因為一個工商業興起的地方 那市這個字大家可以了解 市本來就是交易的意思 交易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市 那政這個字我們做字面的解釋 政本來是跟軍事有關 也就是說常常在歷史時代比較早的時候 軍隊駐紮在一個地方 就是鎮守在一個地方 各位現在還會聽到這個詞嗎 鎮守 鎮壓其實也跟軍事有關 那為什麼這個鎮這個字 會後來轉成跟商業有關呢 因為市政經常都是在水路交通 頻繁往來的地方 那因此軍隊當初在駐紮地方 也會選擇這一種人來人往的地方 因為這往往也就是一個軍事險要之地嘛 好所以我們看得到的是 軍事上的考量跟整個商業上的考量 有時候它符合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原來軍事的用途就會轉變成商業用途 好那市政我們在上一節上課的時候 各位先看到駐五的地方 好駐五在這邊第一行是有提到市政 我覺得課本這邊時代感沒有讓各位很明確的意識到 來市政大概是一個在近市開始出現的 那它一開始寫明清時期 你可能就會理解成明清時期開始有市政 並不是 市政是在近市就有的 那市政就是在人來人往的地方 就跟我們今天一樣嘛 夜市是不是大家經過 然後想說這地方如果有個小吃該有多好 沒想到不久之後心想事成 這邊就出現了幾攤的攤販 後來又有更多攤販發現 在這邊賣好像生意不錯 是不是又距離在這裡 有一些夜市就這樣形成的嘛 越距越多 那當它越距越多的時候 有人經過 這邊好像有個夜市進去逛一下 好所以通常都會在很繁忙的地方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地方 人來人往往往就是做生意 人流就是錢流嘛 好那因此市政是在近市的時候出現 那只不過到了明清時期 他開始走向專業化 你把課文72頁這個地方畫下來 區域性專業化 那這什麼意思呢 本來他們交易沒有分特定的項目 反正我有什麼東西賣什麼 這個市政賣什麼 我就買什麼嘛 不想買就算了嘛 那可是我們看到是到明清 就會有一些市政 他開始發展出自己的一些強項 就是說我這個市政有哪些東西 是我這個地方的特產 然後在我這個地方 不管是價格或者品質 具有特別的競爭力 那因此他在這個地方 這種東西就會賣特別多嘛 他就變成了專業市政 所以各位知道市政跟專業市政 是差在他賣的東西有沒有專業化 那各位國中課本是不是學過景德鎮這個詞 景德鎮是賣什麼專業的 來瓷器 好那因此 後來中國興起了四大明鎮 那當然他們是在明清的時候非常的繁華 江西的景德鎮瓷器 河南的朱仙鎮工藝 工藝是指那種手工藝包含剪紙 然後木工那種都有 然後有一些跟採辦年貨有關的 再來湖北的漢口鎮跟米糧有關係 就是他是專門把糧食輸出去的 還記得上一節上課講的 湖廣熟天下族嗎 好湖廣是哪裡 各位再講一次 湖南跟湖北 所以湖南湖北就是包含 我們現在講的漢口這個地方嘛 好那因此漢口鎮 就是把這個地方的米糧輸出去 交換漢口所需要的東西啊 好再來最後一個是廣東的佛山鎮 這個你如果有看葉問那種電影的話 就會出現佛山鎮 那他是以鐵器作為他專業的項目 那鐵器就可以做成兵器 是不是就跟煉武有關 好那這些是幾個他們專業的項目 我這邊是幫各位舉例 好那這些專業市鎮 當然他主要是在明清的時候形成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表格 確認一下時間 來明清的時候專業市鎮 然後是在宋代的時候形成 那為什麼講宋代形成呢 有一個專業市鎮 它形成的特別早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景德鎮 景德鎮真的太有名了 所以他大概在宋代的時候 清花詞就已經很有名了 那我們如果把景德鎮這個地方 這個市鎮當成例外的話 那麼絕大多數的市鎮 都是在明清時期形成的 好那剛剛這張表就是 你時間上能夠掌握到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談另外一個點 七十二葉請你找到這一段 那這個點跟專業市鎮有關 但是又稍微偏離一點 你把它畫下來 在明帝國的時候 棉布逐漸取代麻布 好這是一件歷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 也就是說穿著棉製品的本身 在中國就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那就問各位在這個很大的變化之前 中國一般老百姓不穿棉布 他穿什麼 麻 麻織品 有其他答案嗎 絲織品 絲織品 絲織品一般老百姓可能穿不起 現在我們絲織品好像都蠻貴的 好剛剛麻織品是正結 麻織品是正結 可是麻織品保暖嗎 麻織品我們現在比較像是夏天 基於涼爽的需要 會加在布料當中 或者當成主要的布料 所以各位就發現 在中國很漫長的歷史上面 有一個十一柱形的衣很大的問題 中國一般人穿著沒有保暖的衣物 那冬天很冷的時候 請問他們怎麼辦呢 就知道多穿幾件啊 擋風擋寒 可是其實還是很冷 因為各位知道溫度低的時候 是那個溫度本身低 造成你沒有辦法維持你的體溫 所以為什麼後來在明帝國的時期 當棉布取代麻布的時候 它在中國就有一個瞬間的效應 很快的大家都穿起了棉織品 很快的大家都用了棉布 那就是在這個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 因此產生了一個經濟上相對應的變化 那這個地方你畫下來之後 先給它五顆星 好那我稍微講一下這個過程 棉是從印度來的 因此在印度這個地方種棉樹 因此有棉花 那當然印度離中國不是很遠 理論上中國應該很早就知道 有棉花這種東西 為什麼沒有早一點把這一種的衣著的布料引進 讓大家可以保暖呢 既然它的效用這麼好 問題在於緯度 各位知道印度是不是熱帶氣候 所以你要從印度這個地方引進棉樹 它光整個植物的適應上 水土要能夠浮 那因此就花了很長一段時間 大概到了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 中國在雲貴這一帶 已經開始有人栽種棉樹成功了 那大概整個普及是到明代 那也不是全中國都可以種棉樹 大概中國比較適合種棉樹 氣候條件就是棉樹會長得比較好 有比較多的棉花採收的 是在江南這個地方 長江下游 所以長江下游就有一個 普遍在明帝國的時期 普遍大量推廣棉織品的過程 那我把課文這邊順一下 它是一般老百姓日常的衣料 所以它的價格一定不會太貴 可是它又可以保暖 棉布的需求量大增 好你把這句話下來 影響農民轉種棉花 所以我們講過江南本來是糧倉 江南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是糧倉 江南從什麼時候就是糧倉 江南是不是在宋代 書長守天下主 你現在回頭看第一段的第四行 是不是宋代就是糧倉 可是到了明代的時候 卻經歷了一個轉折 也就是很多的農民放棄了 種植米糧 我不栽種水稻了 那我這時候改栽種什麼呢 我就栽種棉樹 因為它更有利可圖 它在全國市場當中 它可以讓這個農民獲利更多 好可是問題就來了 當你今天去栽種棉樹 你不栽種水稻的時候 是不是水稻栽種的面積就減少了 那我換一個方式講 是不是糧倉這個時候就變得 沒有那麼大的糧倉 小一點的糧倉 更小一點的糧倉了 那糧倉再縮小 它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石跟一是人民基本的需求 有沒有說你穿的暖 你就不用吃的飽 是不是這兩者同時都要堅固 好所以很麻煩的是它都在江南 江南就是得天獨厚 它私資品也產 它棉資品也產 它糧食也產 都生產的很好 所以最後怎麼辦呢 你只好轉移這個糧倉 好那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轉移糧倉 就造成了一個現象 那各位看 這是我們上一節課提到的 宋代本來是蘇長熟天下族 我的糧倉是在蘇長 也就是長江下游 也就是在江南這個地方 可是到了明清時期 糧倉幹嘛搬移呢 我們應該問這個問題 所以傳統上諺宇 從蘇長熟到湖廣熟 當中經歷的改變就是因為棉花 因為我將來要種棉樹嘛 那我種棉樹 我就跟水田有了土地的競爭 有了土地的競爭 最後是棉樹競爭勝出 那水田怎麼辦呢 就移到長江中游 因此為什麼洞庭湖 有一個廣泛的微田的運動 紛紛開闢成胡田 那最後這個地方成為新的糧倉 它其實有一個區域性的分工 在從宋到明清很基本的改變 那這個改變因為它太重要了 我做一張圖 雖然我做的圖不太好了 大家勉強搭配服用 好這個是宋代蘇長熟天下族 所以各位是不是看得出來 整個糧倉就是在江南 那這個時代相對簡單 相對單純 反正就糧倉在這裡嘛 你不用再記得其他事 好各位看下一張 到了明清時期 它就有這樣子代幻的關係 糧倉從長江的下游 移到了長江的中游湖廣 而長江的下游 它就專業專攻 擔當棉根司 然後新興了很多專業市政 那像我剛剛講 不是有四大名政嗎 產鐵器的產磁器的米糧的 好來 其實真正專業市政最多的在哪裡 在這一區 我手比的這個區域加起來 有十幾二十個專業市政 都是棉織品的專業市政 跟絲織品的專業市政 那這邊有一個專業市政 是我們剛剛提過 是不是漢口 漢口是米糧的專業市政 然後像廣東這邊可能看不到 就是鐵的專業市政嘛 然後江西景德鎮 是磁器的專業市政嘛 所以我們就看到一個活潑而互動的景象 它的整個火車頭其實是在舒長 江南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把這個地方的棉跟絲織品 運銷到全國 再從全國 換得它需要的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 或者是米糧 這是它一個完整的圖像 好我把剛剛課本這一段 完整帶過一遍 那現在各位就看得懂了 促使江南很多以棉枝葉 絲綢為主的專業市政 蓬勃發展起來 好那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商人把江南的絲綢 棉布運銷全國 再從各地買入糧食經濟作物 形成全國性的商業網絡 那所以明清時期 形成全國性的商業網絡 那我們講的到目前為止 好像是這些貨物會自動抵達 它到的地方 中間一定需要人 把貨物運到那裡嗎 所以請問各位我要抽斜線 抽斜線 那後面有移動位置的就是 你的位置你就假設你在原來的位置 好我要抽斜線 我的問題是 是誰 是誰 把這些貨物 把這些專業市政強項的產品 運到 全國各地 運到中國各地的 好學線15號 好櫻同學請回答 請坐 櫻請回答 坐著回答就好了 沒錯啊單名英沒錯嘛 好 英請說 提示你就商人團體嘛 我們前面一段前考試算是一個重點 戴口罩我不確定你有沒有回答答案是 我沒有回答 你沒有回答 好 這樣戴口罩也不錯 看不出來 好 有沒有同學要回答這問題的 那 一種商人團體 他們在明清就是做全國生意 他就把這些專業市政的產品 往全國去運 知道就舉手 好來這邊 來商幫 商幫 商幫 所以寫在這段旁邊 商幫 所以其實我們課本 前後看到的一些名詞 它是相關的 只是我們課本把它寫在不同地方 你就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 它其實是同一組概念嘛 好那因此 商幫其實就是這邊 運銷全國的 那個商人團體的主體 這些貨物我們都知道 當它運到各地去的時候 貨物不會在第一時間 馬上百分之百 全部都賣掉嘛 所以他們不是在商幫 在全國各地 都有一個儲存貨物的地方嗎 好 再問一個問題 也是徵求主動回答的 那些商幫儲存貨物的地方 我們稱為什麼呢 好這邊 會館 來答對了 又可以加分了 會館 所以會館是多功能的 會館可以是這些商幫 是不是出差住的地方 Hotel的功能 可是會館也可以是 儲存 就倉儲 貨物暫時 待在這裡的地方 當然它也可以 可以談商業機密 比較不怕洩密 因此我們各個方面來看的話 各位就是知道 在這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商業很蓬勃發展的狀況 好這個大點算是講完了 應該講完了吧 好 好那接著我們看到這一節課的第二個點 明清時期的移民 宜田荒地 好我們現在在73頁的地方 把它跳過翻到74頁 好74頁是開另外一個頭 那我們在73到74頁 我觀念幫各位順一下 原來中國歷史上的大趨勢 各位知道 如果以人口的移動 是不是從北移到南 可是這個過程 已經大概到宋帝國的時候 看到它的尾端了 就是說這個過程已經結束了 可是我們知道 傳統中國的帝國 是不是宋之後還有原明清 因此原明清我們如果再問一個問題 人口移到哪裡去呢 好那因此你寫一個大大的字 寫在74頁的最上面寫一個田 這邊的田 好那就請問各位 這不用抽斜線了 也不用舉手 請問田的本意是什麼 當動詞 字面上的意思 好像各位在那個答案卡 不是會說 請你把那個格子塗滿嗎 田滿嘛 塗滿 田 所以田是什麼意思呢 滿 滿就是田的意思 補 補 好補 比較像 所以是不是把一塊 如果講長一點 把一塊原本空的地方 是不是把它補起來 這邊一直要做這個蓋排的動作 田 補 滿 好這樣的概念 好大家大概都知道意思了 那明清時期其實概念很簡單 這邊人太多我就移到那邊去 那邊沒有人 我就把這邊人太多移到那邊去 那現在禮班教室 就是大致上還在一個 人口平均分布的狀況 雖然這邊目前看起來有點寬鬆 然後有兩個同學在睡眠狀態 這邊看起來有點寬鬆 但大致上還算平均 我現在假設在裏班有一種很極端的狀況 所有裏班的同學全部在前兩排 那邊裏班同學太多還跌成兩成三成 太多了 然後這邊全部是空的喔 裏班教室 請問正常人會怎麼做 往這邊過一下 是把這些推倒 好把這些辛苦的人移下來 移往這個方向 各位應該是這樣做吧 好所以讓他分散平均 好所以明清時期的移民 沒有什麼大學問 就是把人多的地方填到人少的地方去 好概念上大家都懂了喔 請把課文第一行畫下來 政府有計畫的移民 好所以明清的田我們知道 常常政府在背後有扮演角色 這一點其實蠻奇怪的喔 我稍後講 欸你的麥克風有點臭味 有那個酒精嗎 我現在還好我有自備喔 不然上課超心酸的喔 噴給鏡頭看喔 教書很辛苦喔 噢 各位都不知道 各位都不知道上課 上課上到一半 然後一股那個味道洗來的那種感覺 噢 真的是喔 有必要教書教到這麼心酸嗎 真是 沒有那個只會讓細菌更加的 有那個資深嗎 我說實在酒精才是根本之計啦 酒精就滅菌嘛 滅菌之後自然就不會有臭味嘛 這應該是這樣吧 科學精… 科學精… 不要再提示我是因為什麼原因啦 我沒有要錄進去的意思啊 不要陷害我 好好好我要繼續講了 第二行請畫下來 第二行請畫 人口增加快速 兩個睡覺的把他叫起來 人口增加快速畫一下 我還沒把味道壓住 我還沒把味道壓住 沿噴了大概10下了 好再來 受戰爭蹂躏 受戰爭蹂躏 好也給他畫下來 我覺得我們跟那個 機器… 機器… 可以買一個賣錢嗎 可以啦可以可以 目前還可以 真的擋不住 你看我臉色不太好的時候 你再把那個酒精… 酒精那個紙巾在地上來 好那我們剛剛發現了幾個地方 的意義在哪裡呢 人口增加快速就是要拿來填的嘛 這邊的戰爭蹂躏 是不是就是要填到戰爭蹂躏的那個區域 有沒有看懂課本第二行的話 不要再沉浸在剛剛的氣氛啦 已經過去了啦 沒關係現在可以了 現在可以了 感謝各位善心人士 現在目前還可以 對 來救護還可以 好那因此我們看到的是 第一行 我現在解釋第一行比較困難的 那當然你就是把人口太多 移到受戰爭蹂躏的區域嘛 可是政府計畫這件事情特別 古代政府其實做的事情很少啦 這不是在譴責中國政府 就是古代中外的政府 做的事情都一樣啦 都是只要稅收得到 只要軍隊有人 只要常規的那個官僚體系 運作得起來大概就OK了 他會去特別去管老百姓的死活 你這邊人太多 因此活得很痛苦怎麼樣嗎 通常其實也不太管 或者如果不是很極端的時候 他就不太管 好所以這邊各位把握一個要點 政府會政策性的移民 真的是已經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了 好那這邊我把課本七十四頁 幫各位整理了 這裡有三次比較重要 課本有提到的 那這邊這一張你如果不畫沒有關係 不畫沒有關係 那因為課本這邊寫的比較零散 我做一個表格 只是你看課本的時候 比較方便理解 就是這個表格重要性沒那麼高啦 那我現在要一個一個講啊 第一個是元末明辨 好元末 元當然接的是明嘛 但是元結束到明建立之間 有一段混亂的時期 好這一段混亂的時期 其實就是很多的漢人 起來反對蒙古人的統治啦 因此我們把這一段 你要叫元末的明辨 或者叫群雄並起地方割據都可以 那朱元璋是其中的一個喔 好那還有其他的很多人 也都反對蒙古人統治 那這些反元的勢力彼此會戰爭 他們也會跟元帝國的軍隊戰爭 因此造成了長時間大規模的破壞 就是第二行講的受戰爭蹂躏嘛 好因此我們看到華北當時破壞就很嚴重喔 當時戰爭比較多在華北 那四川這個地方也有一些破壞 好所以我現在表格雖然是放在一起喔 但我三件事我們現在就直接每一件一件一件談喔 好第一件事情就是等到朱元璋 真的一統天下之後 他就有了鴻武大移民 鴻武是朱元璋的年號 因此鴻武大移民就是朱元璋這個強勢的帝王 他所推動的移民喔 那這個是我從中國找到一張圖啦 因為我找不到第二張圖 這一張我們就勉強用啦 這張圖其實畫得很爛喔 各位看一下台灣 這是台灣嗎 這事可忍孰不可忍喔 台灣現在畫成這樣子喔 這應該是有點亂畫這樣子喔 好那因此我這邊顏色也幫各位搭配好了 這裡是戰區華北是戰區嘛 那因此就把鄰近的省份的人口填過來 填補過來 好那江南的人口相對多嘛 繁榮嘛複數嘛 就把它填到江北 填到淮河流域 好那像這一邊就填到四川也有啦 好所以我們看到山西移往華北 江南移往江北 江西移往湖廣 你把那個移往換成填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喔 就是人多的地方去補 人少的地方 好我想這個各位也不用特別去記 哪裡補哪裡啦 你就是知道這是大亂之後 朱元璋的政策 但朱元璋這個政策不能算是壞啦 就是我用政府的力量 我把人力跟整個資源做一個重新的分配嘛 可是朱元璋其實有 舊仇在裡面喔 因為我剛剛不是講 有很多股的反原勢力嗎 不是只有朱元璋嘛 那朱元璋也跟其他股的反原勢力在打仗 所以在這邊我們看到的是 他有刻意去把當初 他的敵對勢力的範圍底下的老百姓 遷到其他地方去 那為什麼呢 離開他的勢力範圍 所以這邊背後還有隱藏 沒有講的政治動機 好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我們看第二個第二個重要喔 現在請把第二 阿拉伯數字二移民四川 這一段給他五顆星 大考考過 大考考過 很喜歡考這個點 這個點的確也重要 因為四川在明末清初是戰區 而且他的戰爭異常的殘酷 好我們現在要來講這一場戰爭 那清代有個湖廣田四川 你先把駐六的最後這五個字畫下來 湖廣田四川 好我們是確認過湖廣是湖南跟湖北 所以湖南湖北過多的人口 就往四川去填喔 這個是後來的政策 那我們看齁 其實整個四川在明末 就經歷了一連串的震盪齁 首先我們先看一張地圖 我們比較常有的敘述是1644年清軍入山海關 吳三桂放進來的嘛 好那我們可能比較簡短的講法 就會說滿清就統治了全中國 從1644年開始算 我做的時間軸也是從這一年開始算 可是其實滿清並沒有在第一時間 hold住全中國 他是花了多少年的時間呢 30年30年 好所以你從這個地方 長城清軍入關之後 一開始只有掌握華北的區域 整個廣大的南方都是南民的勢力 而且各位很熟的 是不是後來還有鄭成功 在這裡建立反清的政權 好那這些都還是比較大的 這邊還有一個叫大西政權 他是在滿清入關的同一年 張憲宗本來是劉寇 劉寇其實就是餓肚子吃不飽的一群人 最後投靠了有利人士 投靠了張憲宗 那他們在清軍入關之後 他們就直接殺進了 成都平原 以這個成都這個地方為首都 建立了大西政權 大西是張憲宗建立的年號 在這個地方建立了政權 在這個地方要延續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是 中國一個學者叫葛建雄 就講戰亂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張憲宗是個變態 張憲宗有一個詩詞的句子 念完之後你會覺得不寒而栗 天生萬物以養人 上天化育萬物包含人類 那人類就承受上天的恩責 人無一物以報天 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回報上天 再下一句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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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所有人都殺光 人類就沒有用的存在 當然有些同學就會問 張憲宗為什麼不先把自己幹掉 你搞不好心裡也在想這件事 但是就是一個非常扭曲的一種想法 所以他進入到四川之後 他並不真的認真要建立一個政權 他是在這個地方就刻意的去屠殺老百姓 反正人殺了就沒有事情要管了 殺了殺了殺這樣子 好那因此四川就成為了戰場 那等到後來清軍攻入了四川 跟張憲宗對峙的時候再殺一波 好那後來在四川這個地方 又有因為陷入無政府狀態 那無政府狀態本來就會有很多死傷的情況 再殺了一波 那隔了不久之後又有吳三桂 吳三桂當初是放清軍入關 入山海關的那個投降清帝國的明帝國將領 好可是後來他是不是又喊著要反清復明 各位還記得三凡之亂嗎 他又從南方這個地方起兵 又攻到了成都 所以三十年之間 四川至少經歷了四波 根據葛建雄這位學者的講法 經歷了四波 反覆的戰爭的沖殺 四川剩多少人呢 四川只剩下原來十分之一的人口 好因此 才與人口只剩下六十萬 十分之一各位要知道他可怕的程度 我們如果以臺灣的人口規模 臺灣人口規模應該是兩千三百萬人吧 如果剩十分之一就是兩百三十萬人 那反過來講就是死了超過兩千萬人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死傷的數字 所以我們跨一步到了清帝國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非常鮮明的一個圖像 四川都沒有人 四川到處都是荒蕪的景象 可是隔壁的省份其實好像還是維持原狀 因此到了康熙皇帝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邊 康熙就下了一個詔令 叫做昭明田川詔 你把它寫在那個湖廣田四川的旁邊 這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文獻 那裡面寫那個昭明田川詔 我裡面要講康熙這個詔書 康熙算是傳統中國歷史上 算是好皇帝 那他就看到這個情況 四川這種慘況 他就講西屬異魚 四川這個地方 我這段帶各位念一遍也是要各位體會 康熙的文筆其實蠻好的 我們已經很少再帶一整段文言文 這是一整段文言文 可是你也可以欣賞康熙的文筆 好西屬異魚四川這個地方 自獻賊蹂躏以來 自從張獻中蹂躏以來 土地未辟田野未至荒芜有年 共富為奸 到處荒涼啊 稅還繳不出來 這句話是稅繳不出來 那因此雖爭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費 我皇帝已經爭四川 只是很少很少的稅收了 可是四川這個地方的稅還是收不起 連要養官員都養不起 好這是當時四川的慘況 因此 尚起江南江西 註解應用 正勝敏煙 就是說我還要其他省的錢 來補四川的不足 那我身為皇帝 我覺得這個情況 我很同情老百姓 這真的是一個好皇帝啦 那現在有兩個官員上奏 就是姓溫的姓盧的 虎廣民有古籍堅魔之風 地有一肅難加之事 像這文筆就很好了 他的意思是說 虎廣這邊人很多 人多到走路的時候 肩膀都會撞在一起 車輪也不小心會卡住 那因此地有一肅難加 那土地已經很難再長更多的糧食出來了 因此怎麼辦呢 金特夏兆皇帝我下令 養戶部赤行川省湖廣 就是我叫戶部 然後叫各省叫四川省 叫湖北湖南這些省 叫這些官員知道 如果有老百姓到四川開墾 不要擋他 你就讓他去開墾 那如果去四川開墾的老百姓 開墾了六年 開墾有成的話 我才開始起科 起科就是收稅的意思 那這邊其實條件蠻寬鬆的 我們記得當時台灣 是不是有所謂的大租戶 也在負責開墾 那大租戶開墾 通常是給他多久的時間呢 三年 三年你就要成功 然後就要繳稅 所以這邊六年就是考量到 四川是一個戰場的狀況 所以他給他比較多的寬限的時期 所以我們看到四川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有很多人從湖北來 從湖南來之類的 這個是剛剛康熙的命令 那我們現在再帶一份是四川安縣 這個縣的地方制 地方制就是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 那他在講什麼呢 講我們這個縣 當初因為張憲宗的關係 然後死了很多人 然後隔壁省的人都簽過來 以楚省的人最多 楚就是指湖北 其次是粵省 各位知道粵省是哪裡嗎 廣東 其次是秦省 秦省應該是陝西之類的 其次是民省干省 那前清時縣屬民 皆由各省客民戰績 本來湖廣田四川 或者你什麼廣東田四川 是不是四川的人 在整個清帝國的這兩百多年 全部都其他省填過來的 所以他們都其他省來的嘛 那這邊因此就有一個現象 聲音多從其本俗 同一意義之俗語 各處發音不同 音皆多著 大家幾同鴨講 大家都講不同的話 大家都是把自己 故鄉的口音語言 是不是帶過來 我們在台灣史 不是學到一模一樣的事情嗎 台灣史不是也一大堆 講著自己來自於泉州 漳州客家的口音嗎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移民社會的特徵就是 大家從各地來 大家是不是帶著自己的語言文化 信仰跟神明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不穩定的組成 台灣在我們上學期講是 四川在我們這學期講 還是一樣的道理 好 體會一下 那接著我們看到 再下一個主題 清帝國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人口發展的階段 那這個好像在課本沒有相對應的地方 我為什麼會列這個點呢 請翻回73頁 好 快速翻一下73頁 那這邊我有講 我是把73到75頁做觀念的統整 因為課本的敘述背後隱含著一個 很巨大的人口的變化 就是清代人口其實變化非常之快 好 那清代人口變化 我們看到課本這一張 我現在比的是這一張 好 這一張 那這一張你現在先做一個人工的 把它標記重點 在最後的 最後一個點 跟倒數第四個點 畫兩條直線 像我這樣畫直線 最後一排的有看到嗎 有看到 畫兩條直線 這個區塊大致上是清帝國 雖然它也有一小段切到明末 但是沒有差太多 差不多 好 你先畫下來 然後我準備要開始講了 這樣可以 好 我先講一下 課本這個圖表其實畫的不太好 畫的不太好在哪裡 你有發現它最左邊的那個垂直的尺標 人口是不是已經到了12億人 可是它的那個折線最多只有到幾億人 四億 所以它上面三分之二是不是都沒有用到 各位在高二座探究與實座 不管自然科 社會科 不要犯這種錯誤 這種就是你圖表是不是設定的不太好 所以你為了要顯現人口的變化 因為你看這條線幾乎是平的 沒有什麼起伏 可是沒有起伏是因為它設定的關係 實際上起伏是非常之大 好 那為了代換這一張 我沒有折線圖 但給各位看的是這一張 好 這一張是整個中國歷代人口的推估 那這一張凡是紅色 底色越深的 代表這個時候中國的人口越多 那當然現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14億人 可能是這個人口數 那可是因為現在是工業化之後 可以養活的人口很多 不能跟古代相提並論 我們現在很難餓肚子是因為 真的餓肚子或者像花蓮症災 現在不是情況還蠻慘的 那你真的沒有水喝 你是不是有瓶裝水可以喝 你真的沒有東西吃 是不是至少有泡麵還可以衝擊 所以我們現代 比較不會像古代那樣的情況 古代的問題通常都是馬上立即 就是要處理的 好 那我們看到 整個中國大概在漢唐這一段 前三列的這邊 中國最多可以養活6000萬人 沒有辦法養多過這個數字 那中國古代有點殘忍 人太多怎麼辦呢 中國古代又沒有節育的措施 古代要怎麼節育 古代要讓人口數控制只有一個方法 基本應該說兩個方法 一個是戰爭一個是疾病 就你讓人口短時間大規模的死亡 人口數就會降低了 可是各位知道這很殘忍嘛 那實際上土地就是只能供養這麼多人口 好 再強調一次 漢唐之間能夠供養 大概就是6000萬人 好 那到了宋帝國可以養活1億人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 你們告訴我 為什麼宋帝國第一次可以養活1億人 我要抽斜線 斜線又來了 好 問題已經講了 宋帝國是第一次可以養活1億人口 請問你 原因是什麼 上一節課才講過 這幾號呢 2號 好 2號斜線 還剛好跳過睡覺了 這真的是上天的旨意 都站了嗎 後面理論上應該還有人 香香香香香香 好 請坐 香香請說 宋帝人口可以有養活1億的規模 是因為有怎麼樣的條件 好 我們上一節課後來有講到很多 江南的一些改變 農業的改變 好 這些都算大重點 來 有沒有同學可以幫忙香香的 舉手 舉手 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為什麼宋帝可以養活1億人口 以前都只能養活6千萬 現在為什麼可以多養活4千萬人呢 好 請說 好 引進早熟道是其中一個 好 這邊可以加分 我直接講了 引進早熟道 還有是不是改進整個 耕作的方法 包含的像插秧之類的 還有包含像是魚田的開辟 梯田的開辟 各位還有印象上一節講這些嗎 這些東西就是整個宋代 我們叫綠色革命 它是一場大規模農業革命 好 來 再看一下這一張 你看這一張 就是你要呼喚起 你上課曾經上過的 諸多的重點 這些數字的背後就是那些事情 所以中國第一次養活1億人 之後就是這個規模 還可以再更多一點 好 可是我們看到 到了明末一直到清末的這段時間 就是你剛剛畫兩條線的這個區間 中國的人口又有了很明顯的變化 你有發現明末的人口是1億5千萬人 到了清中葉的時候 已經到了4億3千萬人 這很可怕 這很可怕 1億5千萬到4億3千萬 是不是人口從1億變成到3 是不是原來的要3倍了 這個在中國傳統是一個災難 你看喔 因為有沒有可能 土地增加的幅度 像人口增加的幅度這麼大 我們都知道不可能嘛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邊 是一個人口突然暴增 那我直接講原因好了 這邊是因為美洲作物期的作用 番薯馬鈴薯都不跟原來的水田去競爭嘛 最貧級的土地 你番薯這樣丟下去 生的番薯丟下去 它就長成一片了 它供養了中國最窮的一群人 因此讓他們不會因為飢餓 營養不良或者死亡 好 所以我們看到人口就一直增加 那後來等到你發現不對勁的時候 你就無法控制 其實古代也無法就是沒有辦法控制 沒有有效的一些方法 那我們看到因此到1850年代 中國人口已經太多了 學者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何丙帝是中國史 中國人口史的大學者 他說中國人口史沒有一段的重要性 比1650到1850 這200年更重要了 在異常有利的物質條件 就是美洲作物 以及清初統治者開明專制 就清初都是一些好皇帝 康熙 雍正 乾隆 統治上軌道沒有重大的戰爭 有美洲作物加持 人口就失控了 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好 可是和平地 並沒有只是敘述這個現象 他講什麼呢 歷史學家雖然不會認為 重大歷史事件是不可避免 但他們在一定程度 會認為這些人口壓力 可能會有不當的後果 所以他說再來中國發生 白蓮教之亂 川楚教匪我們講過 太平天國之亂不意外 好 給各位看一張 我覺得也是蠻誇張的圖 來 這一張是19世紀 整個中國叛亂的圖像 中國在19世紀 幾乎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叛亂 所以短短100年的時間 叛亂遍布中國大江南北 那這些叛亂也造成了很嚴重 然後很大程度的死傷 我們上課有講過的 大概像是白蓮教 稍微有提過 川楚教匪之亂 天地會這個台灣史林爽文 像免亂跟青邦是有關係 那像太平天國之亂的話 大概稍後會稍微提到 但就是說這些動亂 我們光看這些名字 你還沒有什麼感覺 這些動亂 特別是19世紀中的 太平天國之亂 免亂 毀亂 死亡人數非常之多 所以說太平天國之亂 本身可能就死了三千萬人 三千萬人是超過 現在台灣的總人口數的規模 那我如果把現在 你在投影片看到的 這些動亂死亡的人數 全部加起來 八千萬人 八千萬人 這是人類歷史上 最大規模的一次人口減損 在短時間內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它其實背後反映的就是 這個人地關係的緊張 因此動亂隨之產生 請各位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一下它產生的 嚴重後果 那我們再看一下 因此從1850年代到1880年代 這就是太平天國之亂以後 你看這邊就是 八千萬的人口數的差距 因此這邊我們看到一個 歷史的重點 好沒有問題 我們在最後下課之前 來談東北這個地方 來請翻到課本的第 好在75頁 那75頁看起來文字很多 但這一頁的重點非常單純 它就是在講 對於清帝國而言 很特別的東北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先看課文 我猜各位有點看不懂 康熙皇帝考量到東北為龍心之地 各位看懂什麼叫龍心之地嗎 猜猜看 東北就今天中國東北這個地方 那什麼叫龍心之地 他們的故鄉 他們的故鄉 這個答案不錯 他們的故鄉 他們的故鄉 所以大概是他們的故鄉 或他們興起的地方 好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康熙會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他們滿人的崛起之處 那滿人其實就是女真人的改稱 他們本來就住在白山黑水 白山就長白山 黑水就黑龍江 所以就東北這個地方 那我們如果以比較長 就是現在我們比較習慣的講法 這有點像他們的起家措 我知道各位比較熟的是起家機 起家措是指那個 一個人最初發源崛起的那個地方 好這是滿人崛起的地方 那因此就對東北實行封禁 你把這兩個字把它標記一下 封禁就是我不准漢人來 這是我滿人的專區 禁止漢人移民關外 可是我們在清帝國 台灣史已經見證過非常多的滄桑 清帝國禁令有效嗎 清帝國禁令在台灣是往往沒有效果 那因為禁令你要搭配的是 你有什麼處罰的措施 或者你有什麼圍堵的方法 好因此這邊講效果有限 常常在中國發生饑荒的時候 鸡民就是要謀生嘛 人都有謀生求生的本能 他就出山海關 這邊的出關是指出長城 出山海關 就要到東北去謀食 好那這邊請你在這邊寫上三個字 叫闖關東 闖關東 闖關東 講不順 是一個專有名詞 那闖就有非法的意思 闖關東 因此就是到東北去找食物 可以繼續的活下去 因為華北饑荒嘛 那清帝國其實很難禁絕 那我們因為在台灣史 有見證過類似的這些場面 我們知道這個其實要訪很難 特別民間有巨大的力量 那後來是到了什麼時候 清帝國才決定開放這個地方呢 來英法聯軍 請你把第二段第一行 英法聯軍標記一下 那英法聯軍是俄羅斯這個國家 侵犯了中國東北的領土 東北在兩次英法聯軍 就縮小了一半 那當時其實就已經有官員提出 一個觀點 東北為什麼俄羅斯人 可以與取與求 在這個地方 要多大面積的土地 就多大面積 因為東北根本沒人 滿人的人數本來就很少嘛 你這個地方 是不是又把它當成是 漢人的禁區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 就防禦上來講 它有一個先天的弱點 以前是因為沒有強敵嘛 你在這個地方 過了歲月安好的日子 可是今天俄羅斯是一個強敵 它已經壓近了 那你要怎麼辦呢 其實一般正常國家的做法 就是移民十邊 我透過把我的老百姓 盡量的移居在這個地方 充實這個地方 因此讓敵國不敢進犯 好 所以英法聯軍之後 清帝國想通了 就在華北這個地方 把人口就順勢 讓他們移民到東北 請把最後四個字畫下來 開禁放肯 那這邊我們講到現在 觀念都很簡單 因此我現在要幫各位做一個表格 來統整台灣史 跟整個東北開放歷史的 類似的地方 那這一張 其實你可以把它抄在75頁底下 我覺得它比較有一個統整的效果 那因為各位台灣史相對熟 當初在台灣有入山禁令 各位知道漢人是不是 不能隨便的進入山區 好 那東北也有封禁 漢人不能隨便進入到 滿人的區域 也就是東北 概念上類似喔 你要講不同我都同意 但就是有一些可以類比的地方 好 那有沒有一些防堵的措施呢 譬如說我設一條有形的界線呢 台灣叫土牛溝 各位是不是很熟悉了 土牛溝 其實往東北也有土牛溝 因為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長城 就是有些地方 它會避免你進入到滿人的禁區 就設置了跟台灣土牛溝 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 可是它為什麼叫柳條邊呢 因為它在土牛溝 堆起來的土堆是不是叫土牛 它在上面再插柳條 種柳樹的意思 所以叫做柳條溝 柳條邊 好 換個方式講好了 它是高級版的土牛溝 因為台灣的土牛溝 並沒有種柳樹 好 所以你會發現 連那個邏輯都差不多 我就用一個有形的界線 避免你冒犯它 好 再來 台灣是到了開山撫番 也就是牡丹社事件之後開山撫番 而東北是到了英法聯軍之後 開禁放肯 它的時間其實也只相差十幾年 而且是不是都是因為受到犀利衝擊 這一些西方國家船間炮利之後 知道說時代不一樣 那潮流擋不住了 因此我只好順應實事 讓漢人移民 好 我們剛好到下課打中的時候 把3-1上完 那我們下一節課會上3-2 目前看情況 下一節課可能3-2 沒有辦法在一節課上完 但我想我預計還是用 在3-2上完之後 我們會有看電影的 的這個一段時間 目前是這樣子安排 好大家自由下課 謝謝大家 幫我把那個攝影機關 我突然忘了關 最後 到最後 後面 好 按掉就可以